十分访谈 今天我们来谈婚姻的经营关系 是的 那么防疫措施松绑 去年共结年里的男女呢 比其年多出了四分之一 共有两万八千多对新人 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不过呢 与此同时 离婚申请也有所增加 加上之前因为疫情 延后处理的离婚手续 也逐渐地恢复 那去年离婚或是 或是或是 婚姻无效的夫妻 达到近七千九百对 那比前年也多了一成以上 嗯 冠冰疫情之下 适应新常态的过程当中 夫妻如果因为矛盾和冲突 冲突伤了感情 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关系恶化 疫情又是否改变了人们的 择偶条件和婚姻观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欢迎 今天的嘉宾 欧翔辅导服务中心主席 兼资深辅导员云凤珠 以及关怀辅导中心 资深辅导员肖智杰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两位 两位呢 都是资深的这个辅导员 相信呢 辅导过很多案例 所以呢 比较有发言权 我们想先跟志杰 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啊 根据您去年 疫情期间辅导过的 夫妻个案当中 他们多数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了关系的恶化 当中有多少对 或者是说有多大的比例 最终是选择了离婚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 他们大多来补导的时候呢 其实相处里面 已经出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那两个人的互动呢 其实不断的制造 很多的那个痛苦 跟很多的固解 那比如说太太可能会觉得 先生他一直默示我 或者一直忽略我 而先生可能一直觉得 被太太批评 那两个人对对方的那个 看法都很负面 那很不幸的是 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那两个人必须要 共同去处理很多 家庭里面的改变 一些调整 那比如说谁应该负责什么 或者应该根据谁的主意去 去处理呢 那本来相处就有很多困难 所以在疫情的时候 要处理更多的问题呢 那就使到那个关系变得更糟 这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常碰到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现在 如今疫情的 已经比较 措施也松绑了 生活也渐渐恢复正常了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凤朱 那这是否就能够让 在疫情期间摩擦增加的夫妻呢 关系获得改善 那对于那些矛盾分歧 仍然没有化解的夫妻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从来问题没有不可以解决的 而我们如果这个夫妻 他有一个意愿 愿意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话 从来都是有 这个90% 可以修复彼此的感情 尤其是他们愿意去上辅导所 接受辅导的话 我可以这么说 疫情期间 婚姻冲突会增加 只是一个导火线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他过去婚姻生活中 跟孩子的相处中 有很多的埋伏线 我们可以说这个 冰冻三车非日之寒 再加上现在 尤其是疫情之间 很多女性个性变得很刚烈 可能也是学问高 或者是常常看不惯丈夫 而男性大多数也比较 骄傲的 真的一个刚烈 一个又骄傲 彼此不愿意低下 难免就会产生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还有更糟糕的 就是发生婚外情 那些夫妻婚外情 从来没有想到 会破坏这个婚姻 所以如果婚姻生了肿瘤 很多人的态度 就是希望把它割掉 可是你割掉之后 如果你的个性 和你的婚姻观 没有改变的话 你再进入第二个婚姻 你仍然还是会生牛的 就像风柱说的 我们应该其实是 多坐下来 进行一些沟通 那虽然说这个疫情 这两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我们在当中 也发现这么样的一个比例 去年离婚个案当中 8.5% 是结婚超过了30年的夫妻 这比10年前的5.7%略高 还是挺让人意外的 那您接触到的 这个婚姻的辅导个案当中 有多少是结婚了 三四十年的老夫老妻了 年过半百的夫妻 在他们婚姻当中 有什么样不可调活的矛盾 非要走到这一步呢 我觉得很多的中年以后的夫妻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年之前 在刚刚结婚的时候 他们首先没有去解决 那个刚结婚的那个彼此性格 家庭背景 还有这个婚姻官的不一样的磨合期 他们没有很好去解决 他们就要么就忍耐 要么就是这个compromise 去妥协对方 那这个彼此都没有给对方的感情银行 来处夕美好的情感 那么到了中年以后呢 尤其是丈夫又没有工作了 退休之后 妻子就会发现对方好像一无是处 又不会赚钱 又没有感情 又没有亲密关系 又不懂得做家务 所以就会轻干他 再加上中年以后 很多人的个性都会放大 习惯 坏习惯都会放大 以前是很邋遢 现在变成很肮脏 以前是很节俭 现在变得很呼寒 还有更糟的是 有时候配偶是患上了心理疾病 他自己不知道 他的配偶也不知道 所以以为说 我怎么可以跟一个怪人相处 所以就很可惜就走上这个离婚的道路 其实如果他们愿意 真的是很好的来了解对方 在对方的弱点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我相信 夫妻 拿这么长远走来的一段婚姻路 是应该 值得来珍惜的 是的 那我们知道 生活上的摩擦 夫妻相处一定是会有的 而且随着生活的推进 可能会越来越加的严重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智杰 和另外一半的关系 在闹僵的时候甚至产生离婚这个念头的时候 应该要如何冷静下来 避免一时的冲动 那避免建议双方又如何坦诚的讨论问题 要踏出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呢 我觉得通常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那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很容易出现那个想法上的一个偏差 那比如说 只会看到配偶负面的一个部分 而且通常把这个部分放得非常的大 然后同时把它好的部分都打了一个结构 打了一个折扣 因此有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举动 就是要把自己的脚步慢下来 因为通常在这时候我们都很想 很急的把那个问题处理掉 因为太痛苦了 那离婚就算了 可是给予自己一个时间去重新评估 配偶或者婚姻的各个部分 其实是有一个相当好的帮助 特别是那个婚姻里面也包含了孩子的一个需求 那同时呢 我觉得也可以容许自己去了解两个人的相处里面 其实是怎么影响自己的配偶 那比如说 当我觉得他真的对我漠不关心的时候 而我一直的去批评他 然后希望可以 我都通过我的批评 他会发现自己不够关心 可是我的批评可能也会导致他不想靠近我 那理解了两个人的相处里面如何影响彼此 来理解整个问题呢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所以那个慢下降过去重新去探索是很重要的 通过刚才两位的讲述 还有我们了解到的身边啊 或者知道的一些个案 我们发现了 其实离婚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是在我们选择婚姻的时候 条件可能大致会有几条相同的 比如说就是教育背景这项 那么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 去年结婚伴侣当中 仅有七成的双方教育背景是相似的 比十年前稍微多了一些 与此同时呢 女性嫁给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 这类婚姻所占的比例 也是和十年前相比略有增加的 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呢 志杰 您认为学历对于现代的男女 在选择对象时有多重要 他们更看重哪些择偶条件呢 我其实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那我自己的猜测是 其实这些数字显示的是 这些夫妻在学历上呢 实际上那个差距其实不一定是差太远 那比如说女方可能是大学生 而先生可能是理工学院毕业 而双方如果都已经有几年工作的经验的话呢 那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发展的差距 可能就很不明显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学历就不一定是一个问题 那反而如果那个学历本身造成 那个事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如果男方的 那个所谓落后很多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在择偶的时候呢 我觉得男女商法还是会介意这个部分 好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做分析和探讨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街头涂鸦艺术家给人的印象呢 往往是愤世忌俗 不过偶尔也是有例外的 是什么让迪迪埃马修 乐意在新加坡安安分分的耕耘 锁定稍后我留在新加坡的理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